好 接下來方程老師要介紹的是 指數函數它的圖形 跟對數函數它的圖形 它的關係是什麼 就是說指數函數y等於 a的x四八跟y等於 都可以a為底x的對數 那當你的a是一樣的時候 那這樣子的話 它的圖形有什麼關係呢 好 如果a大於1的話 我們是要往上面 那這個 剛才我們畫了 都可以以二為底 畫起來是這樣的 那其實啊 這兩個 它會對稱於x等於y這條直線 所以為什麼呢 威廷你覺得為什麼 因為 要對稱x等於y很簡單 就是如果有一個點是 這個比如說是 3倒點1 那把它改成1倒點3 那它就會對稱於 就是這個 1 2 3 1 3 1跟 1 3 3 1跟1 3呢 3 1跟1 3呢 3 1跟1 3 那它就會對稱於x等於y這條線 把x跟y互相對調 它就會對稱x等於y 所以這個呢 要不要 要不要 要驗證它是不是會對稱x等於y 很簡單 把它的x改成y y改成x 看看它會不會就是它 如果會 它就是對稱x等於y 好 如果你把它 對稱x等於y 對稱x等於y呢 意思就是把x改成y y改成x 好 那這樣會變成什麼呢 就變成x就會等於a等y十方 對嗎 有沒有問題 沒有啊 那這個指數的部分 我們可以把它寫成對數的形式 請問這個對數要怎麼寫 lo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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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以a為底 x的對數要等於y 所以 y就等於log 以a為底 x的對數 一模一樣 它就是它嘛 所以 把x改成y y改成x 它就會保存它 同樣 它把x 改成y y改成x 它也會保存它 所以這兩個圖形呢 它要對稱x等於y 所以這個長這樣 那你把它對稱x等於y 修過來 它就長這個樣子 好 那這邊呢 x走是漸行線 那這邊剛好是y走是漸行線 好 那這樣子剛好會 對稱這裡有一個45度的直線 這樣容易 好 這個就是 它 兩個之間的關係 它就是會對稱x等於y的直線 所以它的關係呢 就是 對稱x等於y的直線 或者直線x等於y也一樣 那我們剛才還沒有畫到這個 小1為底的圖形 不過我們已經知道 它會對稱x等於y直線 我們可以來掛掛看,它應該長怎樣 當A小1大A0的時候 它的圖形應該是指數函數應該長這樣 X等於Y這條線也在這裡 所以你不要把它對稱過來 你發現這裡有一個漸進線 是夾這個地方夾45度 所以等下你把它翻過來的時候 對這條線翻轉 那它就會,這條線就會轉到這邊 也是夾45度 這裡有一個漸進線 然後這裡是01 翻過來這邊就會剛好是10 所以它就長這個樣子 好,這樣看看有沒有問題 這個就是他們之間的關係